香港最高的山峰大帽山 海拔957米高 只有珠峰九分之一那麼高 但對於世界第一的曾燕雄 香港是她獨一無二的訓練場地 其實香港的山 很多外國人不喜歡跑 因為香港的山很辛苦 香港的山有一個很明顯的特別 就是很多樓梯級 不同高度的梯級 但正正香港的梯級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具體驗 尤其是鳳凰山 鳳凰山在廣坪上去的梯級特別高 你要看到要很強的腳力 你才能上去 這就是對我來說登山 因為登山要用腳力很強 基本上周末我都會走到廣坪 然後從東涌走樓梯級上去 再從廣坪走很高的梯級上去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訓練 也借過機會跟她說 香港的地圖是很困難的 一條二、三十公里的路 真的可以經過不同的地圖 可以善餐死 然後腳力又可以很訓練 也可以很技巧 由2017年開始 她已經成功五次登上珠峰 跟所有運動員一樣 曾燕雄真正的目標 不是獎牌和紀錄 而是要突破自己 用自己證明 沒有東西是可以難倒香港人的 如果你說速登對我的意義 我反而是想… 對我自己來說 我覺得你又完成了一個挑戰 在過程中你如何實現 另一個希望可以給我身邊的朋友 或者香港人的一個鼓勵 或者一個訊息 就是當你訂了一個目標 其實你只要努力向前走 你一定會很接近你的目標 不一定是到達 其實我第一次速登上市 我去到達8700 其實我的攝影師經驗是你的記錄 我當時也覺得 算了,Ada,就算你登不了頂 你也能去到達8700 即至少我無法去到達8800 我也接近了達8700 我至少速登達達8700 其實我的攝影師甚至想 Ada,我們幫你做的記錄 在達8000 我也想你可能達到達8000 所以我們不知道可以走多遠 但一定可以接近你的目標 我希望我可以給大家這個訊息 我經常鼓勵學生 我剛才說,你標準高度 你就會達到高度 香港是碩士森林 但其實在香港境內 有四分之三的土地都是郊區 我們的大自然 不僅能造就世界第一 它也是外國人眼中的寶藏 香港是很特別的 因為你可以接到任何路程 例如乘車、迷轄車、MTR或車 10分鐘後 你能夠接到一條路程 可以去山上 所以非常特別 你不會有其他地方 有人會用拍照去感受香港的山徑 而在香港住了七年的 中法雲血兒Leslie 她本身是時裝設計師 也是一位越野跑手 她選擇了用雙腳 去全跑香港的山頭 今天還加多一雙腳 就是我的雙腳 Lessie 你看到我 就知道我平時跑一步 跑山真的很少 今天我們要跑多少公路 我怕我不太行 別怕我盡量配合你吧 今天我的目標是簡單的 去到最棒的地方 最短的時間 適合我 低成本、高效益 好,走吧 好想法 走吧… 香港擁有超過129條行山徑 而全長100公里的麥理浩徑 更加被國家地理雜誌 轉為全球最佳行山徑之一 而今天她特地精選了一條 快、靚、正的路線給我 就是由小馬山金督池馬徑 走到塞西湖 全程大概是1.4公里 對你來說 香港的大自然 有甚麼部分吸引到你 香港的大自然之一 是自然之間的地理 因為它很適合 工作時有很困難 你也想開始 自然之間的新鮮 這就是我這裡的大自然之一 非常特別 你覺得香港的行山環境 對你來說有甚麼獨特之處 更獨特,因為人們都沒有觸碰到 它看起來很壯 很獨特,很獨特 你不可以找到其他地方 這麼多年來 Leslie參加過無數的 香港越野跑比賽 對香港的郊野鳥如指掌 所以她更獲得香港女法局 邀請她成為超級香港迷 你有認識一些朋友 專程由外國來到香港 只為行山嗎 對,疫情前前 Normandia會在香港跑比賽 有很多國際賽者 特別是在那些賽者 所以他們會來訓練 在他們的旅程中 你會從他們發揮 feedback 他們說香港是很困難 因為風格 因為太暖 很溫暖 他們不太習慣 而且因為所有的樓盤 有很多硬盤 香港是很特別的 他們不太習慣 通常外國人來香港 會覺得香港是一個購物地 購物或做生意的地方 你覺得推廣成為行山天堂 可以嗎 對,我認同 香港是一定是一個游泳地 在香港的游泳方面 是低級的 很多朋友 我給他們拍照 我運動的活動 他們說 我沒想到香港有這麼多自然 但他們不太知道 所以這一定是很大的興趣 大家也要知道更多 Leslie 這條路這麼簡單 太容易走 有些難一點 很推介嗎 當然了 我們可以繼續走 100公斤 如果你想要去海洋 100公斤 要走多久? 很久 至少18小時 18小時 神經病,不懂得睡覺 是,中國找到了 他也會說這句 那應該要相信他 我走山的經驗 其實只是說十多年而已 不過你說 以前的確沒有那麼多人走山 除了可能疫情 大家都留在香港 走山是唯一的出路 或者心靈上的一些位置 我相信就是 其實以前的行山 我想我走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大連幾人走的 年輕人真的不是那麼喜歡走山 現在這幾年就很流行 因為可以打卡 但同一時間的確是一個位置 可以讓你出來吸收大自然的空氣 而且讓你讓人靈靜一點 所以行山是一個很好的活動 除了感受大自然的靈氣 能夠擁有這個跟我們這麼接近 但同時又充滿驚喜的自然環境 這份絕對是值得我們珍惜的福氣 這份絕對是值得我們